保健医院在屏东创院已经迈入第20年 秉持在地化医疗精神与关怀在地人的健康理念 不但提升医疗品质与硬体设施 其般让县民对屏东的医疗水准更具信心 因为目前我们在医疗方面 好像在屏东方面是一般都认为屏东比较缺乏 所以在这方面保健医院在引进了新的仪器跟新的医疗团队 希望能够增加我们屏东市民和乡亲他们的医疗效果 保健医院于民国83年创院 初期设立130床 在秉持守护县民健康 提供完整持续性的医疗照护的信念下 于民国88年扩建为床数420床的综合医院 101年更成立春风护理之家与放射肿瘤治疗中心 近年也不但引进最新的医疗设备 提供整体医疗水准 那关于在引进新的医疗团队当中的一些 比如说腹腔精来治疗大肠癌方面 我们也做了17例 在这方面效果相当的不错 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 增加他们在以后很快就恢复了 在治疗方面他们也得到相当的效果 另外在引进放射肿瘤科的一些放射线治疗的设备以外 这个设备可以增加我们大大增加我们医疗的对癌症的治疗效果 保健医院副院长邱文斌指出 近年医院带着相亲的期望 积极研聘各专科医师提供完整持续的医疗环境 像是在癌症治疗上不但具有完整医疗团体 更与高雄常跟癌症治疗团队合作 定期对癌症病患的治疗提供最适切的治疗计划 提升了病患的治愈率 让皮农乡亲不用在周车劳顿到外县市大牌长龙 在地就可以享有高品质与医学中心同等的检查设备与医疗照护 保健医院期盼 透过这样不断提升医疗照护品质以及病人的满意度 落实在地化医疗 让皮农乡亲就医更便利 评论新闻张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